我们说中国和平的崛起还有强大 也越来越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以前我们说龙年 龙年的英文怎么翻 大家都知道是Dragon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龙要怎么翻呢 不是Dragon而是龙 因为西方都 他们的龙都是比较邪恶的象征 跟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人爱的就是龙 大家龙年 这个生子的人特别多 因为大家都太爱龙了 所以央视在春晚的吉祥物 龙澄澄官宣的英文就是龙澄澄 龙年的翻译就龙夜 龙五呢龙dance 就是龙啊 我们就直接叫龙就好 为什么要叫Dragon呢 另外马斯克最近在微博发布了 这个半年 The year of the dragon 就大陆网友说不是Dragon 是The year of long 然后它其实龙这边还有很多小巧思 有包括S3 X跟Y 代表是代表说他们自己的型号 Model S Model 3 Model X跟Y 这个我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小小的看法 可能跟大家想法不一样 因为首先的话 The year of the dragon 这个是一个习惯性的用法 OK The year of long的话 让人家会发觉说 就是你显得化了 因为我必须刚刚讲 你这边提到讲说 The gain of throne当中 那个龙未必是邪恶的吧 那个龙基本上是善意的 就是那个女王的 基本上养了几个龙 能够反败为胜的一个主要关键 所以我觉得的话 这个就不必太拘泥 因为这个文化自信当中 所展现的对龙的认知 我觉得实际上 中国就是跟他们的文化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十二生肖当中 只有龙是一个虚拟的动物 其他都是很真实的动物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说龙蛇明年的话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Year of a serpent 你要不讲说 Year of a serpent 那你这样的话会有点多此一举 所以我觉得的话 我也长远来想 这个文化就是不一样 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传统认知 那我们为什么特别喜欢龙呢 因为皇帝就是龙的化身 天子就是龙 龙的传人 对啊 所以我们自己强调我们自己一切 我们的确很不一样 如果我们一样的话 我们早就完蛋了 我跟你讲 对我们就是很不一样 而且我们是独立发展 唯一跟人家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文化自信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我觉得叫Long 还是叫Dragon的话 实际上是增加一些麻烦 因为这个西方人 他们也过中国年 实际上我遇到很多人 会对于这个Chinese New Year 因为拜登这次讲Lunner 就有人有意见了 因为有韩国人也过年 日本人也有过年 所以全世界都是用这个中国红 来庆祝中国的春节 那跟一样 你的立法就跟人家不一样 我觉得其实这个小事情 这个不是一个太别重要的事情 对 但是这也凸显出 中国大陆现在开始讲了这些 中国的故事 那当然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评论 大家可以来好好来思考一下 不过今年很红的景点来看到 北京这条龙真的是美翻了 像很多人都抢着要去打卡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 说在2月15号24点起闭缘 真的好多人都想去说 哇 已经预约好明年了 哈尔滨的旅游爆火 结果也带动他的冰棒 销量暴增了104倍 那不只是哈尔滨 这个我们的渊老师的主机 山东之博 说现在在春节的时候 也是禁资赶考了 游客又再次迎来爆满了 又有夏天的感觉了 那这一次说春节期间 好多人都出去玩了 共接待游客大概是20.51亿次的人次 再创了新高增的大概50% 然后春节访港的旅客 大概75万人次 达到疫情前的水准 大概超过八成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泰国也在抢路客 超过了每天有10万人 结果最多的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客最多 意大利也用灯光投射中国红 福字点亮中国红 这个你讲的这个地方 我通通去过 因为我也吃过这个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 吃那个冰棒 这个通通去过 因为我觉得呢 我跟你讲 主要这个有几个 几方面的原因了 第一个呢 疫情过后 暴富型的消费 终于展现在观光 而不是在于房地产 或是股市上 这主要有原因 因为观光就是小额消费 大家除了吃喝玩乐的话 这个基本上 花的钱是可以应付的 所以说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哈尔滨这次爆红 因为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大陆有一种就是说要发展观光的趋势 哈尔滨我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东北人凶得很 那个态度很不一样 但是这一次的话 听到很多的报道 就是说整个是连这个领导都下来 就是要招呼这个观光客 大家真的是卯足了全境 其他各地区都不要讲 就要贵州还有什么到了夏天 什么村操 那个资膜本身来讲的话 烤肉那个时候 我也就是注意过 他们就会发觉说 要发展消费要建立信心 要建立信心 要首先产生那种 真的是冰至如归的感觉 但是香港的情况 是一种情况 然后要是出国的话 大陆不晓得你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就是谈到很多的 免签的国家里面 消费的能力还是有的 毕竟这个三年疫情下来 有128万亿的存款的增加 拿出来出去走走玩玩是可以的 那这个消费的信心要慢慢起来 然后出口要有替代 然后投资的方向的话 要逐步找到机会 我觉得大陆的经济在发展上 这是一个好的兆头 龙年新大运 对 所以龙年 岳老师说 今年一定会比往年还要来得好 因为经济的点火 已经慢慢看到了效果 那说到去旅游呢 今年当然很多人会想要去 我们之前讲的这些地方之外 还有什么 新疆也是如此 因为今年的春晚 迪力热巴你看每番了 冲上热搜第一名 迪力热巴惊艳亮相了央视的春晚 然后他也说 欢迎大家来新疆玩 新疆不就是被美 国 西方 这些都在说什么 那种族灭绝等等的 这是最佳的打脸 我跟你讲 这个因为新疆完全 符合西方媒体的阴谋论 因为他会觉得长得又不一样 宗教又不一样 然后实际上的话 他们又是属于少数的情况 但是这里头 因为我自己 在疫情期间我就去过新疆 这个实际上来讲 我觉得大陆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坦白讲 大陆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56个种族当中 我这听到最近 我去大陆听到个笑话 就是56个种族当中 有55个能歌善舞 只有一个汉族只会吹牛皮 就是他们在讲这种笑话 大陆的种族之间的政策 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非常成功的 因为我这次的话 遇到非常多的人 他们本身他成功的原因 就是一个教育 另外一个就是基础建设 这发展的方向是真的有目共睹 迪里勒巴的本身的话 看他跳舞的时候 那个新疆女孩 最近我不晓得你看不看抖音 就问那个新疆女孩 他们都长得有点像土耳其人 像欧洲人的样子 说你们会不会摆头 他们每个都会 每个都会 这小case 我们从小都会 迪里勒巴本身来讲的话 他们非常受到欢迎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看到大陆的好 是一点一点的营造出来的 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西方就会说 这个种族灭绝等等 去年好像就声音少了一点点 希望更多的这些 新疆的很好的人 事物 让大家能够惊艳 更多的敌日巴出来 另外说到中国大陆的文化自信 也可以看到 现在自己的影视产品 也越来越强了 比如说今年的春节党情 看到说 说现在截至目前 已经突破60亿人民币 那哪几个电影呢 很受欢迎 第一个是 这个热度真的最高的 叫做热辣滚烫 还有第二个是 飞驰人生2 另外这个熊出墨 看了好多集 熊出墨逆转时空 分裂了前三名 这个熊出墨 特别介绍一下 因为他其实位于 这个中国大陆的 内地当中的 春节党期动画片的首榜 然后就说 他可能会来到 23亿人民币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你看我们以前都说 迪士尼很厉害 其实中国人也可以做出 这个很有水准的动画 我觉得这个是 中国搞的 不单单是比亚迪的逆向工程 连动画片也可以逆向工程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 确实是跟迪士尼乐园 要学这种卡通片 但是一旦学会了以后 我不晓得佳远你在大陆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去看看大陆的卡通片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就是抱持的一种 哲学家的心情 以一种观察的态度 看了挪扎 看了他们各式各样的 因为我跟你讲 大陆动画片 因为动画片里面涉及到 就是说那个人工只要便宜的话 就可以做得很仔细 剩下的内容情节 各方面是可以进步的 那这个熊出没的本身来讲的话 这个几年下来的努力 有一定的成果 我必须坦白讲 想要跟美国在同一个轨道上竞争 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美国本身来讲 他是夹杂的 因为你不要看 只是华尔迪斯奈乐园 因为他本身里面夹杂的内容当中 给你的感觉 是那种美国梦的呈现 所以说没有中国梦 你就是很难有这种迪斯尼乐园的 这种发展 但是我觉得熊出没里面 如果你去看一下大陆的影片 当然我必须坦白讲 刚刚跟新能源车一样 大陆的好东西 你在台湾都看不到 真的是很难过 我们光这个电影 都还有一些限制 你不是每部电影都看得到的 我必须坦白讲 就是说有的时候 很多人都对我不了解 就说你怎么那么喜欢中国 我说中国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我们可以好好聊一下 对不对 但是非常明显的好 你居然不让大家看到 你现在传论话 以讹传讹 所以这个其实讲起来 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觉得中国本身 有个最大的长处 你只要能够讲得出来 他哪里不好 而且讲的理由能够说服他 他马上改 因为他想好 对 在台湾的话 把头埋在沙子里头 你只要说台湾不好 马上跟你翻脸 你必须要说台湾好 连什么民俗习惯什么都好 文化也好 你应该了解这种情况 你应该要展开沟通 你应该要 反正是关起门栏 不是 你关起门栏的话 给人家产生误解 误判 你知道吗 因为最近今天 今天我们在金门 还撞翻了渔船 落海四个人死掉两个 那这个问题的话 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正式的回应 只有朱凤莉稍微讲的话 我觉得台湾已经很脆弱 所以我刚刚跟家亭 最后来讲的话 我其实想跟你聊一聊 这个消息 就是说两岸之间的关系 你这样子一昧搞下去的话 关系越来越僵的情况下 你自己在发展当中 你要依靠什么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 这还有2300万人想要活 对不对 你不能够这样讲 对 不能这样子 尤其中国大陆跟我们 是同文同种 而且距离又那么近 其实很多国家 比如说光是美国拜登 都想要跟习主席通上电话 两岸可以不对话沟通吗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人家其他国家 就算在敌对 都应该要好好坐下来台 美国是如此 很多的西方或欧盟 都是这样子想 但台湾竟然不是这样想 那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另外再来看到 说到了中国文化自信 这个电影影视产业 当然在发展过程当中 刚刚老师说了 这是个逆向的工程 还有中国大陆 这个华强Font 就是做熊出墨的公司 也打造 首个以熊出墨 IP为主题的游乐园 当然希望能够朝 中国的迪士尼目标 来慢慢迈进 那说到了这个 中国的迪士尼之外 还有看到韩国媒体的 New Seasel 他也发现了 去年中国大陆的票房收入 最高的十部电影当中 没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入围 我跟你讲 这里头你要注意 就是在这种问题上来讲 我们如果反过来问 在美国的洛杉矶那边 这个前十名电影里面 哪一次出过中国电影 没有 大概 就是李安这么有名 都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电影事业 我其实在留学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过 所有的欧洲人或美国人 都想当电影明星 因为就觉得说是又出名 赚的钱又多 然后呢 这个电影事业的 在被保护的过程 尤其是我最近想到 有几个电影 因为最近看到 美国的那个Super Bowl 就是在 超级杯 看到那个超级杯的 那个过程当中 发觉美国人的爱国精神 完全灌注在这个电影里头 居然的话呢 以前拍的一个电影 就是叫做什么 叫做July 4th 就拿美国的国庆计 最后是美国一个总统 开了战机 然后就开始拯救世界了 那你这个美国电影当中的 宣传意味 我跟你讲 如果是大陆拍了个电影 然后我们习主席 开了个战斗机 拯救世界 那不晓得成了什么样的感觉 你要了解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 哲学议题 话语权 美国人他爱拍什么 就拍什么 这个话语权 其实非常深入 我讲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 我最近都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希腊哲学 最伟大的地方 不是发明科学民主 也不是基督教 最明显的地方是什么 是把他自己的长相 变成所有世界人 普世的美的价值 欧洲人长得就是瘦高细白 我们现在基本上 你到了医美医院 通通就朝瘦高细白来整形 所以说这个的话 就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想这个问题 这个话语权如果说 不能够矫正过来的话 那你在文化上被侵略是活该 所以说我觉得大陆本身来讲 我必须坦白讲 大陆目前有一点觉醒 就是好莱坞的电影 大陆好莱坞的电影 也有好电影 去年那个时候 奥布海默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电影 对不对 大陆有放 有有有 也有了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个有关于电影这个事业当中 它牵涉到的不是单纯的娱乐而已 不是 它涉及到了一个政治家宣传 对 我们看好莱坞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 没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 因为以前中国大陆好莱坞电影 在中国大陆也很红 但是韩国媒体注意到 在去年的时候没有一部 那代表说什么 因为中国人自己派出好的电影 不然的话 那个是消费者要自己去选择 他又不是说限制说 这好莱坞的电影你不能看 没有 大家是用钱去投票的 人家觉得好看才会去看 所以我们讨论度这么多 你看这都是中国大陆自己 做的一个电影 没有说好莱坞的电影 可以挤到前几名当中 所以你看你要赚中国大陆 中国人的钱 你也要尊重这个市场 因为这个话语权这块 我们知道西方很强 不过中国大陆现在 也要赶快追上去 急起直追 另外再来看到说到 你看吃中国饭又砸中国锅了 就是你看梅西了 梅西之前被说不尊重 结果现在央视体育频道的 天下足球的相关片段 就把梅西代言白酒的画面都消失了 对我跟你讲 这件消息我非常注意 而且我非常深入的了解 我本来就是想要拍个视频 可是我后来要 要验证我自己的观点 就是这里头 我觉得梅西的那个表情 过程大家都很清楚 从头到尾就臭这个脸 也不跟李佳钊握手 等于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非常明显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他有一点看不起人的动机 真的很明显 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梅西本身来讲 对于这个大陆 因为大陆人的热情 在梅西眼里一文不值 这个看得很明显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 大家可以了解到 中国人本身对于一个 国际足球明星的热爱 得到了是这样子的回应的话 那我觉得说官媒 必须要做出一点动作 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层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